但是 可能白天的话 大家应该都在上班什么的 鸭头哥弟弟在一个公司吗 是的 我两个在一个公司 小东今天有事 他忙去了 他有事 对 工作任务完成了 小心挨骂哟 不会的 我是有分寸的 我直播时间肯定是 我把该做的都做完了 然后我也会去问 我开一下播 然后尽管同意我才开播 不同意我不会开播的 谢谢 谢谢家人们分享直播间 刷点货呗 是吧 过两天给你们上好不好 过两天给你们上 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准备 早晚上小东骂你 我们都吓到了 其实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下了个早饭嘛 确实也是 作为老板 如果不那样的话 你们要想一下 那所有员工都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 他说我是应该的 他说我 他 有 就是我做的有一点不对的 他说我 那我下一次 下次我改了就是了 对不对 我下一次 不跟那样子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要有制度的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我不怪他的 我觉得他说我是为了我好 对吧 那而且 而且可能是我 昨天是发了那么一次错嘛 但是说 人 人并没有十缺十美的 是个人都会有放错的时候 但是放错了 被 说了两句 怎么了 很正常呀 那我下一次 我改了不就好了吗 对吧 因为确实不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以为是到 晚上六点半了 我以为可以下班了 我就 我就这样子的 可能我不知道嘛 那这次说了 我下一次 我不跟那样子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没事没事 这个没事的 家伙们 没事 我不在意这些 没事 我觉得是为了我好 就可以了 对提高自己 对对对 如果说我 如果说我没有 发这么一次错的话 可能我都不知道 有这么严重 知道吧 因为我毕竟 以前我也是在农村里面的 我确实我也没有 在交易公司什么的 没有这种嘛 在公司上班什么的 以前是在厂 厂里面 我是上过班的 但是说 经过这一次的话 我就懂了 我懂了 那我以后就不会那样子了 就可以了 知错 应该就是好同志 那必须的 去了呀 去忙了 去忙了回来 然后他现在又有 他现在又有个项目要弹 他又出去了 然后我说 我要做什么 说 我就说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去播一会儿 他说可以 我才播的 这样更能提高自己 对呀 就像相当于就是 每一次咱们哪里做的不对 咱们放错了一点点 这个是错的 被领导说 顺了两句 很正常 那我们下一次赶进呀 下一次不跟那样子 就可以了呀 对不对 家伙们你们说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谢谢 感谢家伙们 送的小西西 谢谢送的礼物 谢谢 咱们再把 站在晚上底下 好不好 哥哥姐姐们 咱们再把 你内心 你要内心强大 我知道 我知道的 我会 我会提高自己 我会好好学习 以后该 该卖货的时候 我也能当主自己 能卖点货呀 什么的 我会这样子去的 对 这个没事的 我可能你们也 接下来 往往是在眼界 可能这么久以来 我们一年当中 他也没说过我们 然后昨天晚上 突然说我 可能大家也觉得 不能那样子 就是心里面觉得 有点难接受 其实 其实以前是 以前现在是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在公司里面了 以前是在 以前我是在家里面的 对吧 现在是来到公司上班 那人家给我们 发的工资 那咱们也要 把事情做好呀 自己去谈业务 可以的 可以的 没事 没事 把我们吓到了 是吧 没事 这个作为老板 是很正式的吧 谢谢老大 送的礼物 卡莎莎 欢迎我南节 向我南节做的宝石节 谢谢 破费了 破费了 今天的 因为今天 我一般都是网上开播 白天开播 人吃上不去 老家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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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我现在我也 怎么说呢 就像昨天晚上我说的 也感谢我六月 和欢姐姐 我自己单独去带货 什么的 可能我心里没有 那个底 知道吧 我会紧张 我会就是那种 我会讲不好 那个产品 什么的 所以说我需要时间 慢慢来嘛 而且我可能也没有上过学呀 没什么文化 可能 然后一下子到公司里面 很多事情 很多我都没有那么适宜 知道吧 包括工作上的事情呀 很多我不得的态度太多了 但是这些 这些我需要时间 去慢慢去了解 和学习 并不是说我来到公司 对吧 来公司 一下马上我什么都会了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对这些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了解嘛 所以我也需要时间成长 让师尼妹妹帮你 我觉得吧 以后 以后 大部分都是要靠我自己 因为 你们要想一下 小都帮我这么久 一起直播这么久 可能 可能都是他在帮我 所以我有点依赖了 所以我可能自己 都不太会讲这些 我觉得还是要自己 去锻炼比较好一点 就不靠 就不靠 就不要让别人帮 我自己去锻炼 哪怕我说的好 或者讲的好 或者不好 咱们都要去 要经济这些 才得成长 你们觉得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对要自己去 对自己去解决 才是对的 要不然你怎么成长呢 对不对 什么都要去依靠别人 那怎么可以呢 我是这么想的啊 而且公司 大家都在上班 上班 上班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有工作 没有一个人会 围着人里撞的 这是实话 首先在 就是再多的 还是要靠你自己 不会 不会所有人都会 围着人里撞 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跟以前在农村 是不一样的 家儿们 以前我在家 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最近都在直播 可能你们没有关注我 你们没关注我的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哥姐姐们 给我点关注 这里可以加粉丝团 会好起来的 肯定会啊 它只是需要时间 需要一个过程而已 好肯定是好起来的 但是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 有点漫长 知道吧 这个时间可能 有点漫长 并不是说 你一两天 十天半个月 你就什么都会了 不是这样子的 要学 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不懂的东西也太多了 很多都是 我们要慢慢的去成长 慢慢的去磨练 可以的 可以的 谢谢我大小姐 感谢姐姐 阿尼被小都说了 一段昨天晚上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阿尼也被说 我也被说了 很正常的 而且确实 如果说是我们对了 她也不会说呀 可能是我们错了 她才会说呀 对不对 谢谢送的灯牌 谢谢 咱们没关注的 再关注一下 再关注一下 然后 批评是很正常的 对批评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也 我也没有觉得 她批评模样 我就不高兴啊 什么的 我也没有这样子呀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 来公司 我不希望 她对待我 跟对待别人 是有差距那种的话 可能我更不希望这种 我更希望的是 一视同仁 她把我看 看的所有人 都是一样的 对待 这才是我想要的 要不然 你要想一下 那么多人 在公司上班 别人会在背后 怎么议论我呢 谢谢我容姐 感谢我容姐 别人只会在背后 就我两个认识 我两个是朋友 我两个是朋友 所以她就会 错容我什么的 我不想听到 这样的话 因为我不想 让别人觉得 我是 我是一位 有靠山 依靠别人 才怎么怎么样 我不想这样子 知道吧 好可怜你呀 没事啊 没事 正常的 以前在厂里面上班 还不是天天被谢展骂呀 我的天啊 就是那种 可能你们不知道 有的 有个人说站起来 我她衣服给我同款 我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同款 我衣服就是 是一件衬衫 里面是一件这种 打顶的黑色的 是一样的吗 就是后面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今天有点冷啊 我穿这个衬衫有点冷 怀孕了 怀孕了 怀你个头 怀孕了 好看吗 是吧 真的 我跟你们讲 以前在厂里面上班 谢谢我抬头 就是谢谢 感谢姐姐送的 去我啊 谢谢 以前我跟你们讲 在厂里面上班 我坐的牛手线嘛 就是就是那种学步车 小孩子坐的那种学步车 打螺丝 然后去穿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就是这种 然后那个牛手线上面 特别快 真的 瞒得我就是 一整天都是站了 11个小时 一整天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很多时候 他们放的特别快 因为我打螺丝 我可能打12个 16个螺丝 就是这种 然后就是我可能 有的时候我会堆 堆下来 就瞒不完的时候 我说我堆了一两三个 厂长就会在那里 在旁边骂 那种 其实什么样的委屈 没有吃过呀 真的 什么样的苦 我没吃过 我都吃过 我在棍地上面也上过班 我什么苦的 我什么苦我都吃过的 那个时候就 厂长就说 就是叫我快点 谢我孟元姐姐 送的小活 骂 他就说 他说怎么堆这么多呀 快点呀 快点呀 后 你看前面怎么怎么样 后面堆不下了 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定能骂 知道吧 但是我说 好好好 我就这样子不停的打螺丝 不停的打螺丝 就满头大汗的 一整天都是这样子的 谢谢我 永远在上 感谢姐姐送的礼物 谢谢我四姐 感谢春天 谢谢 所以说 所以说昨晚上就说了两句嘛 这种 我觉得没什么 比这个夸张的 我都接受过 知道吧 比这个夸张的 我都接受过 所以没什么的 很正常的 你做错了 你 那昨天晚上是下了走吧 说感谢我理解 谢谢 送的眼镜 就应该的嘛 但是 你要想一下 牛属线上面的那种的话 并不是说摩托拉呀 或者怎么样 我实在是能力不够 我才堆下来的 堆了很多 别的也还是一样会送我呀 感谢我红姐 谢谢 对呀 厂里面上班就这样子呀 然后吃饭时间 就只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我吃饭 我 我现在吃饭很快 知道吧 我是在厂里面念出来的 就直接跑 一下吧跑去吃了赶紧回来 回来 别人 我的 我的那个位置就 一直都是做不完的那种 然后就是 别人 别人都在休息玩手机 我不敢玩手机 我也不敢休息 我就 休息时间 哪怕休息时报 我都会不停的就买我的工作 我把所有的都做好 就是这种 对待工作 我其实也是挺积极的 可能是 昨天确实是 能做的我都做完了 我以为是没什么事了 我就我才下班的 就是这样子的 要不然 要不然你交给我什么任务呀 什么工作呀 比如说你早上 你让我七点起来 我就七点起来 六点起来 我就六点起来 这种 对对对 十五分钟很赶的 我们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一天站十一个小时 周五休息十分钟 下午休息十分钟 过了全部都是在打螺丝 然后就是什么 然后就是 在工地里面上班 那是我第一次去工地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遗族年龄 是十六 十七岁 还是十六岁 那个时候 我爸爸还在 爱得善良 谢谢 谢谢姐姐 送的眼镜 那个时候 我去工地里面 跟爸爸一起 我在家 我是经常做农活的 然后我们去搭那种 那种架子 你们知道吗 就是那种搭那种的 那种架子 然后白天 我忙了一天 晚上说 喊去加班 从七点加班到九点 然后九点加班 是在什么样 在什么样的一个 干活呢 就是比如说 一层两层嘛 就两层的那个 刚好那个路口 有这么大一个洞 就站在那里 下面的人 把那个架子 低过来 然后我就一直接 一直接 一直都不停 就一秒钟 都不能停的那种 然后 然后那是 那个是我去上班的 两三天 我就开始加班 第二天 我这个全是这个双通的 我就动都动不了 但是我早上还是